娱乐转圈圈 再加上段一红与郭富城的加盟 这一部电影的阵容确实是非常的强大了 而在最近关于这一部电影里面的剧情 也或多或少有些路透 甚至有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在抖音上面 就已经把这一部还没上线的电影看完了 张子峰在这一部电影里面 再一次出演了一个黑化的角色 和他在唐人街探案里面的黑化角色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妹妹的演技真的是太让大家期待了 你期待这一部电影的上线吗 今年在五一上线的电影都非常让大家期待哟 举光汉和张若南一起合作拍摄的电视剧《你的婚礼》 再加上由张子峰作为主演出演的电影《秘密访客》 这样的阵容就已经让很多的网友 对于今年的五一档电影十分的期待了 张子峰作为这一部电影的主演 就已经为这一部电影增加了非常多的看点 这两年张子峰在娱乐圈里面的资源越来越好 演技也越来越强大 在唐人街探案里面的出演 也让很多的网友对于这一个演员的演技 产生了非常大的期待 确实张子峰应该是同期女演员里面 最受到大家关注的一个了 发展势头也是相当的不错 这一段时间 张子峰作为常驻MIC加盟了向往的生活的录制 这也是他第二年作为这一档综艺节目的常驻MIC录制了 很多的网友对于今年的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期待 再一次和何九、黄磊、张艺兴、彭玉畅一起合作 也让大家对于张子峰在这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的表现充满期待 他在这一档综艺节目里面 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安定的情绪 坐在那里就让很多的网友十分的治愈 而在这一档治愈类的综艺节目里面 他的出现也确实让非常多的网友十分的喜爱 《秘密访客》这一部电影拍摄完成已经很长时间了 在今年上线也让很多的网友对于这一部电影更加的充满期待了 张子峰这一次搭档 两名非常优秀的演员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出演也 确实让很多的网友对于这一部电影 接下来的剧情发展非常的期待 张子峰最近也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开始宣传这一部电影 不知道这一部电影会在五一档拿下 多么优秀的票房呢 相比于其他的五一档电影来说 你更期待哪一部电影的上线呢 你期待张子峰妹妹在这一部电影里面的出演吗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